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时尚生活方式的一个品牌 那我这次说到他们家的衣服呢 整体感觉是在细节上都有一定的设计感 也适合各个年龄阶段的女生 整体的性价比呢是比较高 而且非常实穿的一个品牌 那他们这次黑舞的活动呢 是从11月23号到29号 那全场呢都会有一个七五折 甚至还可以买三送衣 如果大家对他们家衣服感兴趣的话呢 可以黑舞去看一看 并不是一个赞助视频 所以说只是他们把衣服器给我 我给大家做一个上身的测评啊 搭配这样子 那我们就开始吧 首先呢毛衣类的单品 我先说一下我身上这一件吧 上身效果还是挺好看的 粉色的我觉得特别特别Q 然后这一件呢是白色的 我觉得穿上应该是更百搭的 所以说也会更显肤白一点 就是这边呢有一点点的露肩的这样一个设计 然后我很喜欢的是它这块呢比较的贴合 面料不能算是非常柔软的那种 有一点点硬度的这种毛衣的面料 但是好在是它穿上之后呢 不太容易起皱啊 还有变形啊那种问题 也是比较有型的一个毛衣 感觉看上去的质感也特别好 那我说到手之后将近30%的羊毛嘛 我很喜欢给这个扎的程度打分嘛 那我觉得这个扎的程度可能能达到4到5分 袖子的这个部分呢和中间的这个棕色的部分 我觉得它的柔软程度是不一样 尤其是这个脖子这一块是非常舒服的 我比较喜欢的是它的这个设计感 长度都非常的喜欢 还有它颜色其实也挺好看的 真的巧克力色非常的耐看 非常的秋冬的一个颜色 而且呢也是比较显肤白 那下一件毛衣类单品呢是一个开衫 是一个特别温暖的这种坨色 它的上手是非常的柔软轻铺的 如果是十分是非常扎的话 那我觉得它应该有二到三分 然后这个袖子来的时候呢 好像就是这样子 这个size是一个军马的 然后它是一个非常长的一个开衫的设计 这个地方是整个一个比较宽的这个裸口上来的 然后穿上去呢真的显得非常的温暖 牛仔裤啊或者呢就是光腿穿一个过去靴这样的话 也是特别好看的 所以说我觉得它的整体的搭配性特别高 再一个呢就是秋冬天的话 我们这个比较长款的开衫外面套一个 同色系的这种大衣 或者是比如说黑色的大衣 穿上去呢都会有叠穿的那种效果 然后也不会特别的突兀 反而是你到室内之后呢 大衣一拖你里面 仍然是一个比较有叠穿的 比较有设计感的这种感觉 其实这件开衫我还是蛮推荐的 做工什么的都特别的好 然后也是非常厚实的那种面料 大家看它的编织呢 我也特别的喜欢 很复古的这种近一点 大家可以看 它的这个毛呢是有一点这种 能看到那种毛绒绒的感觉吧 现在这样子去沾的话 好像也不如怎么掉 其他的我就没什么说了 大家看它里面的这个走线呀 都非常的规整 质感都还挺好的 那下面给大家说两件西装 第一件西装呢 就是我这次穿到手之后 最最最满意的一件单品 就整个实践里面 我最推荐这一件 非常经典的一个颜色 然后它这仙鸟格呢 是一个酒红色和黑色 非常细小很精致的那种仙鸟格 它的整个版型呢都是非常的帅气 穿上一秒钟 就是非常的洒的那种 我那天穿着它出门跟我老公去逛超市嘛 然后他就说能不能站直 要不然你就对不起这样的衣服 他也很喜欢这样的衣服 不管你下面穿什么裤子感觉 这个西装都能让你觉得 一下子气质非常的好 大小也非常的合身 它这个地方有一些微微的垫肩嘛 也不会特别夸张 是刚刚好的那种 绣长呢也特别的合适 那这件是我收到的时候 真的非常喜欢 然后这个白色 因为它太美貌 就是白色就是可能要小心一点吧 尽量不要把它弄脏 如果真的弄脏了就直洗这一块 直洗这一块 这个剪裁 还有伤身的这个效果 我都特别特别的满意 那如果大家也想有一件 比较可以适合叠穿的 比较薄的这种 千鸟格的西装的话 真的可以去看一下这个 整个的质感 还有剪裁 都是非常的不错的 还有这个领子 也是非常的利落 那下一件西装呢 我觉得就还好 纯黑色的西装 整个是一个顺上来的小圆领 很精致的这种 它的整体的做工啊 还有剪裁 包括它的这个面料的舒适程度 都是非常好 穿上身呢 就是一件中规中矩的黑色西装 倒是挺帅气 也挺干练的 没有什么 就挑不出来什么毛病 那它也是 在肩博这个地方呢 有一个微微的垫肩 里面内衬呢 也是非常柔顺舒服的 那下一件呢 我觉得算是西装 也算是一个薄外套吧 它是长这样子的 我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这个 当时我其实看那个官网图的时候 最先放在我的购物车里的一件单品 我觉得这个黑边呢 太可爱了 再一个呢 就是它这个面料啊 不是特别特别的喜欢 做工啊 什么都没问题 好看的这种乳白色的这种内衬 这个表适合就是我觉得 可能再年轻一点的妹子 可以尝试一下 那下一件外套呢 是这样一个棕色的毛毛的外套 我当时选的时候呢 其实我家里面是有一个Rizia 就是穿的频率是非常的高 它的颜色呢 就是一个深棕色 表面的这个毛毛的 比较的就是那种 有颗粒感吧 但是这件衣服 我的大背景特别高 然后我觉得它也非常的郁寒 所以说我看到 JING他们家有这种类似的款 又收了一件 然后这件呢 它是表面是更像 是真正的玩具熊 那种表面的那种毛毛 也特别特别的舒服吧 它的这个长度是 比较长的 盖着屁股的那种 这个地方呢 也有一个收口 整个跟Rizia去比的话 颜色呢 是浅了一些 然后我觉得也是挺好看的 它也是一个中规中矩的感觉吧 有一个小点 我觉得可以说一下吧 就是这个绳子是太长了 试着穿它出门的时候 在这个胸前系一个蝴蝶结 但是它不知道为什么 这个地方设计这么长 就这样子 我就会放在这个胸前的位置 然后这个帽子我特别的喜欢 因为我这件呢 是这样的一个翻领 就完全没有帽子的 那这件有一个帽子 我觉得就是如果是下雪啦 或者是有一点点的风啊 什么的 戴上也是比较实用的 外套类单品呢 还有一件是这个 灰色的这种风衣 类型的一个大衣 觉得它的这个剪裁啊 设计感都还挺好的 看它的这个里衬啊 也是一种非常高级的 这种灰色的 整个来说 做工都是非常不错的 我窗上有一点点的过长了吧 但是好在呢 它是配了一个这样的腰带 大家可以在前面打一个结 这样子比较随意的 我觉得这件衣服有一个问题 就是它真的太沉了 来的时候呢 秀的这个地方的扣和这个腰带呢 都是分开的 所以说大家需要自己装上去 可能冬天秋天 不是特别冷的地方的小伙伴 去尝试一下 最后两条呢 是裤子 那第一条裤子呢 是这条牛仔裤 大家看它的这个颜色 还挺好看的 然后设计感也非常的足 大腿这个地方呢 有一个这样的开口 我买的是medium 看了一下评论 然后大家都说 这个裤子比较偏小 所以说我就买大一点 以我的这件衣服来说 可能不需要买的大一号 就是本来穿S的 你就穿S就可以了 它的长短呢 是没有办法穿平底鞋的 大家看它的这个裤腿 我觉得也挺好看的 是这样一个开口 最好是穿那种比较厚底的 或是有点根的那种鞋子 棕色的走边 我觉得都还挺好看的 屁股的这个形 我觉得挺不错的 大家如果是买的话 记得要是跟自己的号一样 就OK了 基本上1米65以上的女生 是可以直接扁入的 质感啊 还有它的这个设计感 都非常的好 比如说像我一样 就是1米62左右 有一点点过长的 如果大家家里面 没有那种比较厚底啊 或者是能撑起来 这裤子的一些鞋子的话 可能回去做 不是特别好搭配 还有它的这个裤腿呢 是比较偏宽松的 对于本身腿 非常粗的妹子呢 可能也不太适合 因为我之前自己 大概120多斤 130斤的时候呢 完全没有办法 穿这种阔腿裤的 因为大家就是瘦的时候呢 有那种松松垮垮那种感觉嘛 就腿在里面晃晃当当的 但如果说真的是 腿比较粗的时候 非常非常的显胖 所以说这个裤子 我也觉得比较推荐 腿比较细 个子的话 稍微高一些的女生 去入手 下一个裤子呢 是一个西装面料的 真灰色的裤子 那这条裤子的长短呢 就非常非常适合小个子了 然后我穿它呢 是完全可以穿平底鞋的 阔腿的一个设计 那整体来说呢 这件裤子呢 我还是挺推荐的 如果你还想今天视频的话呢 不要忘记点赞 订阅留言 B站小伙伴 不要忘了一件三连 那我们就下一视频再见 拜拜 拜拜